这些上人行脚到慈祭新兴联络处 期许志工往后定要善用这个空间 落实社区服务 广招 人间菩萨 地球 要怎么让它平平安安 需要大家分出了一箱万灵的手 无量无量的手出出来 这样地球就会更干净 西省环保教育站里有许多连迈的志工 这样让人感恩大家的付出 更疼惜大家的身体健康 心里就是常常很高兴 不管相关的环境 就是用高兴心来接受它 这就是菩萨心 南部下大雨在全台第一个做塑胶袋回收的 八卦疗环保教育站里 志工依旧埋头做回收 接着来到钢山之业园区 跟艺能促进班的学员画家长 艺能班运用废弃布料制成精美提带 延续雾命让随时人员赞叹 虽然行程满档 但从社区服务 环保回收到长照据点 志工无所不债 正言上人感恩所有志工的用心 大海新闻学员林道明 高雄报道